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透過這個上一集留給你們的作業 來進入到我們這一集所要教的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沉密性質 那我要在這裡附帶提一下呢 沉密性質已經 有背某一些教科書 在課綱裡面 被視為是補充的教材 也就是說他不一定會被教 那但是因為還是有很多教科書有放 大部分教科書幾乎都有放 那所以基本上大致還是會教 然後學生最在乎的就是會不會考 那大概還是會考 那這個沉密性質呢 除了說他考不考之外啦 就是我說 因為他的應用層面 並沒有很廣 所以才會覺得沒有必要教 可是他的公式長得很漂亮 其實就像是型的公式啦 我們在前面其實就有提到說 因為他會產生一個比例嘛 比如說A線段比B線段 他等於C線段比上D線段 那這樣你透過一項就會有這個 A線段乘D線段 等於B線段乘C線段 這個式子看起來就很漂亮 那這個如果你們還有印象 等一下可以稍微回顧一下那個 垂直三角形 斜邊上曲高嘛 就是子母定理 他也有這樣的特色 所以沉密性質的公式也很漂亮 所以 也會 被認為說那既然這樣子就學吧 這是一點啦 就我剛說他其實應用層面不廣 但是公式上又很漂亮 然後 因為你學沉密性質可以練習相識形的推論 然後也蠻就是有一點點技巧在啊 所以說 我個人是覺得可以教但是要不要考就看人了 來 所以說呢這個第一個要你證明的好他其實就是所謂的內密性質 再提醒一次 就是說你不要寫一個這是內密性質 所以 就是會這樣 我們就是要來證明內密性質的存在 他要你證明AM乘BM 會等於CM乘DM 我剛為什麼說這個證明有一點點有趣呢 我們大家就來看看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那首先在這裡附帶一題呢 這個有學生在網路上問我 網路上的網友 本身是學生的網友 問我說就是能不能 講解一下那個 有關 輔助線怎麼做 那我應該會為這件事情寫一篇網誌啦 不過在這裡講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 寄輔助線只是在寄提醒 那這樣子不好 我們不要只是用提醒去寄輔助線 其實說起來 輔助線他之所以叫輔助 的線就代表他本來有 真正你不是靠他在 在推論東西的你是靠另外一個東西在推論東西的 但是你為了要使用 某個推論的知識你必須要先畫好一條線 所以他叫輔助線 那所以說你要寄輔助線或你要使用輔助線 你要去想就是說 我這條線畫來做什麼的 在我們學完 三角形的那一張的時候 在我們學完三角形那一張的時候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比如說飛鏢形 比如說飛鏢形 這個時候我們畫輔助線幹嘛 因為我們才剛學完三角形 所以我們輔助線是產生三角形 外角 等於內對角相加 或者是使用他的內角合 包括心形也是 對不對 如果我們用畫輔助線也是 使用三角形的定理 後來我們學了平行 學了平行 畫輔助線做什麼 產生平行線 對不對 後來我們學了平行四邊形 學完平行四邊形之後我們遇到T形 畫輔助線做什麼 產生平行四邊形 對不對 我們學了T形 我們學了T形之後有這種 這個 這塊面積等於這塊面積的問題 對不對 後來有一個進階形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那個 有一個五角形 然後要你 要你做出就是 一個三角形的面積跟他是一樣大的 你能不能做出來 那他的他的做法呢就是用 產生這樣子產生T形 所以他的做法是這個這個當然就難做很多 這樣子 這條連起來 這裡做平行線 那這裡就產生一個T形 有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一段就會等於 這一塊就等於這一塊 然後同樣的這邊也是 連起來 平行線 再連起來 我看他輔助線好多 這就很難 所以最後 因為很難所以我大致講一講就好了 假如 感興趣回去那個T形 就是上個學期的課程去看 所以最後這個三角形就會跟原本的五邊形一樣大 那麼我要說的就是說 你其實是用什麼證明的 你就畫 輔助線來產生這個東西 那我們現在要用相似型來證明相似型三角形 所以其實你就是畫輔助線來產生三 三 三 三角形 對三角形 那 這個產生三角形 比如說我這裡產生一個三角形的一珠 產生一個三角形的一珠 然後呢 然後這個 我也可以畫在這裡 但是畫在這裡就沒有相似型了 對不對 所以呢 畫在這邊 那接下來這個部分就是我說有一點點技巧的部分 就是即便你記得好像要畫這兩條 那你要怎麼證明它是相似型 有關這個造型的圖其實我們看過三次 這是第三次 前面我們看過兩次 不知道大家還沒印象 第一次我們在哪裡看到的我們在那個圓內角 圓內角的時候其實只要做一個就好了 就是說這裡連接起來 好然後 在三角形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角一會等於角二加角三嗎 對不對 角二是這個弧的一半 角三是這個弧的一半 所以角一是這兩個弧加起來的一半 對不對 這是圓內角 另外一個我們還會看到什麼 類似的造型我們還會看到 平行四邊形結等弧 那我們就會發現這裡連起來 這個角會等於這個角因為是內側角相等所以左右兩邊的弧相等 那這邊呢我們會看到 這個連接 AD和 CB 那我剛剛一直在講說這裡有一個小技巧到底這個技巧是什麼 就是說呢 你要留意 AD跟 CB其實 沒有 平行 我這個 我這個圖畫起來不管你現在覺得他有沒有平行 就是說 AD跟 CB A珠跟 CB都不一定要 不一定會有平行 所以你不能夠覺得說 喔 我們是常常看到這個 對啊 這也算 我們常看到這個 正相似形 這兩條平行線對不對 然後這兩個相似嗎 是不是這個角等於這個角 對不對 然後 這個等於這個嗎 對不對 然後這兩個一樣 AAA相似 但是這題不是喔 這題不是喔 這兩條線並沒有說一定會平行 也就是說 角珠不等於角C喔 角B也不等於角A喔 他不是內錯角喔 他是內錯角 但是不是平行線的內錯角相等喔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 到底要怎麼證他是相似的 那其實呢 角珠不但不是等於角C 其實角珠等於角B 角珠為什麼會等於角B 因為角珠是2分之1AC弧 角B也是 那麼同樣的角A會等於2分之1的B珠弧 等於角C 所以三角形A珠M 注意喔 A珠M 原本如果他們是平行的話 A是對這個 珠是對這個 珠是對C A是對B 但現在不一樣 現在A是對C 珠是對B 相似 相似 他會相似於哪裡呢 我們剛剛講A是對C 所以他相似於 三角形C B M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再說一次 如果是平行的話 這個是跟對這個嘛 所以我們會說這一段 比這一段比這一段是這一段比這一段對不對 但現在不一樣喔 現在是這一段是比這一段 然後這一段是比這一段 也就是說 AM 比 MCM 會等於 珠M 比BM 好那內向相承 等於外向相承 你就會得到 AM 乘BM 會等於 ZM 乘CM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這兩個沒有平行 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圖畫起來 還是好像有一點點 那我們故意畫一個歪一點的 你看到這兩條綠綠的 就很明顯沒有平行 對不對 這樣就沒有平行 但是他依然會 符合就是說這個角跟這個角 因為對等弧 就會相等 這兩個也會相等 好 所以你看到這兩個小 窄窄的三角形 仍然是相似形 然後 就是這一段比這一段 短的這一段比短的這一段 會是長的這一段比長的這一段 那然後 所以內向相承的結果就是 這段乘這段乘這段乘這段 這就是我剛剛一直在講說 像這個 沉迷定理的公式很漂亮 因為他最後變成AMXBM會等於CMXDM 那這個大家如果還有印象 我剛剛有提到 類似這樣 相似形也生出來很漂亮的公式 就是 我們前面看到過的那個 直角三角形斜邊上曲 高 子母定理 子母定理的時候呢 這個三角形跟這個三角形 相似嗎端鼓比長鼓斜邊端鼓比長鼓比斜邊端鼓比長鼓比斜邊 所以如果這邊比這邊是A比C的A比B的話 這樣子 那這邊比這邊也是A比B這邊比這邊也會是A比B 所以他們其實會 出現這個 我寫代號 就是這個B租比A租會是A租比C租 所以B租內向相乘 A租平方會是B租乘C租 這樣子 就很漂亮的一個公式啦 那所以也 所以就是也因為這樣所以子母定理才會被 這個幾乎大家都教啦 那他也是一個其實在課綱來說他不是一定要教因為他 不過子母定理的應用層面比 層面性質還要廣 但是就是說我們其實學他主要是在練習相似形 來看底下這個問題 現在有一個四邊形喔 他跟你說如果腳A加腳C是180然後A有比B大 那請問你腳 腳A和腳B誰比較大 那其實這個問題真的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也突然有點認住 怎麼會出這樣子的問題呢 不知道他做什麼 他其實我們留意一下他的提示 腳A加腳是180啦他其實 尤其我故意放在這一張嘛 他就是希望你透過什麼呢發現說他其實是一個 圓內接四邊形 那我們在前面看到圓內接四邊形的時候 我已經忘記有沒有特別講了 就是說不是所有四邊形都有辦法畫外外接圓 那一定要是這個 內 兩個對角加起來是180的話他才有辦法放到同一個圓弧上 所以他今天跟你講這兩個對角加起來180那這兩個也一定加起來180 那這樣子他其實會有一個外接圓 也就是說他是一個我剛講他是一個圓內接四邊形 那這樣子的話呢 有什麼意義呢 那就是說如果這個時候我把這條線加接起來 再把這條線接起來 叫 嘩 嘩 等待會 standing 在這裡 啦 ��住在啊 好這個時候我就有這件事情很重要 角CA珠會等於角CV珠 那你的寫法可以像我之前我可能會寫說 這個角CA珠是2分之1C珠會就角CV珠那你也可以直接想寫 角CA珠會等於角CV珠因為他們都是圓周角然後對同一個弧 那這樣子的話呢又因為他跟你說這個AB弦比B弦大嘛 是這條線段比這條線大嘛 所以大弦對大弧 那麼就會對到大的圓周角所以 角AB珠 這個尖尖上面尖尖這個 角AB珠呢就會是1分之1的A珠弧 那他會大過於 這個1分之1的BC弧 也就是角 BAC 可以嗎 好也就是說這個 比這個大 因為這條弦比這條弦大 那所以 因為A珠 大於BC 那麼最後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兩個角一樣嗎 這兩個角一樣 然後這個又比這個大 所以角B 所以角ABC呢 會大於角BA珠 也就角A 可以嗎 所以剛才內密性質我們已經說明了內密性質他是 AM XBM就同一條線的上 分兩段相乘 然後交叉的這個另外一條線的兩段相乘 CM XDM 那他是從相似型比出來的 那外密性質呢他也一樣可以從相似 相似型比出來 那他的證明方式有兩個 一個是連接這兩個 連接這兩個的時候呢 誰會跟誰一樣啊 就這裡會出現兩個三角形 那你要注意喔 這兩個三角形 不是 這兩條也不是平行線 所以不是這個角等於這個角喔 他是平那個四邊形 原內接四邊形的外角 會等於內對角 然後外角 會等於內對角 這兩個一樣這兩個一樣 所以你可以證明三角形 PB 珠 會相似於三角形 PCA 那你如果證出你如果證到這裡的話你就會得到 就是 紅的對綠的對邊是 P珠嘛 然後這個綠的對邊是 PC 所以P珠 PB 綠的對邊是PB PB比上 PC 會等於 PA 比上 P珠比P P珠比P 也就是 也就是說 PA乘PB 會等於 PC乘P珠 那在這裡一定要跟老師們還有跟 這個學生們講這件事情 就是你要留意學生會不會有 這個反應 就當你寫下這個式子的時候 甚至你可以故意問學生 欸 所以跟上面一樣對不對 上面也是嘛這個 MA比MB等於MC比MD 下面這裡也是嘛 PA比PB 等於PC 等於PC PA乘PB等於PC乘Pd 上面也是 MA乘Mb等於MC乘Md 所以一樣嘛對不對 不對啦 沒有什麼一樣啦 我就說我們記公式 你不能夠把它當成密碼再記 PAPPCPD 我今天假如我這個題目出出來我的A不畫在這裡啊 我不是ABCD 我是ABCD 你這裡寫出來就不會是這樣喔 也就是說你要根本上知道他是怎麼比的 為什麼比出來會成成這樣子 你就算 記結果說結果很漂亮你也必須記出來說這個是這一段乘這一段 這一段乘這一段比上 這一段 乘這一段 你不能夠只是記ABCD 那樣不對的 像這裡也是一樣啊 什麼乘什麼呢他其實是 這個乘這個 就說P點到圓的第一個進點乘到圓的點 這邊也是進點乘到圓的點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不要只是記ABCD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好我們剛才說外面性質 有不同的正法 我們剛才的正法是正 這個三角形跟這個三角形相似 但是這兩條不是平行 他是我們之前看過那種就是 上面有一點點歪掉的相似形 對不對 這樣子的那種 那 他有另外一個證明的方式 另外一個證明的方式呢就是 改化這一條跟這條輔助線 你看一樣嘛 我們要正相似形 我剛就說了 輔助線畫哪一條 啊你 你在做 你在問這個問題之前 你心裡要先想 或者說你一邊去思考說 輔助線會是畫這條嗎 你心裡就要想說那畫這條幹嘛 對不對我是為了什麼的話如果我是為了產生相似形的話我那個這個這條線畫出來應該要出現三角形 這條線畫出來應該會出現三角形 對不對 那這樣子一來呢 三角形 OK 很快解決 這兩個對到的是同一個弧 所以這兩個尖角一樣 共用P 所以 A珠P會等於CBP 這樣子 這兩個相似 那這兩個相似的話所以在 紫色這個三角形裡面 P珠邊 P珠比這個PA 在紅的裡面就會是PP 比上PC 比上PC 可以嗎 我們剛才證明的這個 是 外面性質 因為這個尖尖角在外面 剛才的這個是內面性質 那我們現在多學一個叫做 切割線性質 切割線 有一條切線有一條割線 那麼所以呢這個要怎麼證呢 我幫大家把線畫好 那 你自己按個暫停啦 想一下 你要拿哪些生鳥型來做相似型 按個暫停 按個暫停 趕快按 趕快想 那我要講了 其實呢 這個是比較難找到的啦 就說 不知道為什麼 學生對於這個 切 旋切角比較不容易掌握 旋切角A這個PAB 他其實對這個AB弧 他會是跟腳是一樣 所以呢 三角形 PAB 就會相似 相似 PAB走到P然後紅角然後再過來盾腳 PAPCA 可以嗎 那這個相似我抓到了之後呢 這個PA 盾腳的對邊比上 這個 紅角的對邊 在大三角形裡面就會是盾腳的對邊 然後紅角的對邊是PA 於是你就會得到PA 平方式 PC 乘以PB 還是一樣要會推論啦 那他的結論也是很漂亮跟剛剛那個子母定理有 有點 一舉同工之妙 因為他最後 有兩個是一樣的 乘起來變平方 就這段PA 接線長PA呢 他其實會是 他這個P點到圓的第一個 靠近的點 圓周上的第一個點 跟第二個點 這樣 PB乘PC 切割線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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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次的作業 這次的作業都蠻簡單的啦 就是使用我們剛才學過的這個 公式 OK 那我們這兩棵上這裡